鄉親好 歡迎收看村民臺肥 我希望消息 講到離散 台下街人上的勉強 有中方共路 堵臺有痛摸痛 是一方 中方共路 都九年一台體痛重症療症 於是年下封閉十千年 以後看到楊鄉的 圓一度天空黨協助離散的健康 如無痛 三黨感冥症 散熱到經濟法統 都受到動態的痕跡 提供經濟 農民衝起一堆 就已經表達中方共路的活動 被輸求 看到下 大家看到 當中和首長四講 就在做微騙頭 推伴交易 即是中方共路的騙頭 雖然說有痛 不過會過頭滾起性 這反正台立散的經濟 仍然散佔性強在通行 不但想要讓莫莫離散 根說好也有問題 也等於說會讓頂尾臺門關於內 一條段段掌十八公里的路線 封閉十七年 封閉法徒開通 在都黨也跟中央 反而有犯人 政府有些封閉 散黨的選法 讓散熱有些封閉 使用兩條共路的開通 除了台北六星 到下星星 到開通跟現場 三島散黨 都會拍檢兩千共產黨 臺立散提起 求到鄉親共路中求 複雜轉到共通 在開飛討論 請教反送 接下來 大家見面 在這裡 留人跟現聰 趁大家的意見 好 歡迎來到台北 從來到開飛討論 現聰 今天來到台北 今天來到開飛討 減有兩千共產黨 給你台立散提起 今天 TV 台北 掃街 在哪裡 TV 要你掃街 給公路總局 谷關公務段的 段長 王嫂通 王段總議 大家好 歡迎 段總議搶錯 TV 台北 掃街 公路總局的 第二養工處 工程主任 少維國 大理山地區的鄉親 以及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大家好 歡迎你來 請坐 題上六邊 請介紹 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教授 壽科堅 壽老師 你好 和平區的鄉親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大家好 你好 請坐 第四位我們教授 馮甲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教授 許澤善 許老師好 各位鄉親 大家好 歡迎你來 請坐 還有你採提起 鄉親朋友 我們大理山地區的鄉親朋友 你們好 大家好 午安 講到這個中橫公路 跟一般的公路比起來 它好像有一層神秘的面紗 好像不通很久了 那到底現在現況怎麼樣 外界好像是懵懵懂懂的 好比說像我們今天要錄影 我們是從台北 經過宜蘭 走這個台七甲線 這樣子到離山 這個路程的時間呢 大概是三小時左右 下午錄完影結束之後呢 我們要趕這個管制的時段 以洽工的名義申請得到通行證 從這個 中橫的這個台八甲線下山 經過谷關到東市這邊 這個路程所需的時間大概要三 大概兩小時多啦 所以一天要這樣來回 其實時間很緊繃 不過呢 因為這一段路啊 它是不對外開放的 所以在一般的民眾 或者是遊客呢 要來往離山 從西部 只能從南投 透過埔里走台十四線 經過大嶼領和歡山到離山 而這段路程所需要的時間呢 大概要四個小時 所以它的通車時間 比起這一段來講 那是增加了兩倍 而且呢 這段台十四線 如果是崩到雪季啊 或是颱風天 路不通的時候呢 西半部的鄉親 要到離山來 必須繞一大圈 台灣走一半 從北部一樣 再走宜蘭的台七甲線 走到這邊 那這樣所花的時間 可能就比這個還多上兩倍不止 那問題是 為什麼這段線是中斷不通的呢 民國88年921大地震的時候 中橫公路的德基到谷關這一段震毀 那因為這個地區叫青山 所以我們叫它青山縣 本來我們看到的這一條綠色 它是台八縣的主線 但是在921那一年地震之後 就完全不通到現在 一封17年已經荒煙漫草了 那剛剛提到的 現在唯一對外的一個聯絡道路 就是這個台八甲線 它本來是台電青山電廠的施工便道 現在主線不通 便道通 而且呢 它是管制型的 只有當地的離山居民可以上下往來 那所以呢 現在是便道這一段在通 地震過後將近20年了 為什麼這個中橫台八線 短短18公里的這一段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開通呢 那這段變道 現在還是高度管制的情況之下 像這樣的路對當地居民來講 它對外界的人在對這條公路的使用上 導致用來就任意了 請讓我先進行和討論進行 先來看這段新聞報道 今天晚上的主線 韓國發展雅仔的第幾項目 還會在天壇國 看著往台八線 60億公里 接著它的景觀 甚至你才 也很很長的風景 一般你 唱出的看法面 會告訴 雅仔的很多的素材 就在台八線 臨時偏頭 13.26公里的素材 同樣作邊上 看著雅仔的 由台雅法的路 就會雅仔23年 出雅仔的路 就能夠親善哈仙 不過看著 雅仔的雅片上雅仔的路 其實看著 合起來了 韓國雅三錯誤 其實究竟它 台鐵通過後 因爭蘇順都董立會 故作雅仔的 親善中先 都已經多麼快風 本營過 陸起扁下雨 在路面扁下雨 扁下雨 扁下雨 大概有 一千兩百人公積 主要的 母路機的部分 做都全是比較困難 所以說 不用說 你兩年做好 才會說 尷尬先對 哈仙的部分先做 因爭 從農農的 一般人做就看不出來 要在風機內 去哈仙面的 親善中先 不過對天壇國 看下雨 雖然三百個月 退拜仙 韓國親善哈仙 都看得 親情處處 設計師到哈仙一 其實路不在那裡 不過有機學的素材 在做家鄉 透露安全的工廠 不過23年 那個上的 幼稚 幼稚片的哈仙 就要準述 一年三百月同行時間 希望 就要法徒 配調得更好 那時候 變道還沒有弄好以前 我們幾乎部落這邊 不管說採購 還是什麼 都幾乎都是往宜蘭那邊 這幾年開放本來都五個時段 然後現在又開始 再做民稅道 然後現在又變三個時段 好 今天我們十五年的新生 我們大力戰兵器 綜合參與台灣參與 從去搞土吳麗篇 李章營東部門 未斷無難後 去拜去趁勤 請贏天術 每次都台北立法院 我全官人 都在台北上 對亞特蔡廷營來說 17年內 李山就像黑鳳山勇的 驕到的訴求 東建丹 希望中國各個都不會暗難 因為中橫公路現在是不對外開放 然後要走一趟 需要大費周章 所以漸漸人也就不上來了 對這裡感覺格外陌生 剛剛透過影片我們看到 鄉親朋友呢 一再也許是在地居民 一再提到這條中橫公路 如果他們不可以貫通的話 對他們的生活是起到重大的影響 問題應該先有請問 你給他談中 我先問一個比較大方向的問題 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主線啊 青山上線這一段 其實已經經過了18年 為什麼一直到現在都 還沒有辦法開通 青山上線 因為在大地震的時候 他受損的情況是滿嚴重的 那我們當時為了趕快把中橫這個搶通 為了離山地區居民的進出 我們希望趕快把中橫搶通 所以選擇了下線來做修復 所以18年來都集中火力在下線 上線就完全一丁點沒動嗎 上線的部分 我們是後續有在做一些調查跟了解 重點還是先把下線來搶通 是比較我們目前當務之急 這個中橫公路 其實過去在我們台灣 它算是公路開拓時的奇蹟跟驕傲 這個中橫大四季 我們看其實在49年完工通車 當時它是橫貫整個台灣東部跟西部 花蓮跟台中是兩頭同時開工 數千位榮民一鑿一鑿這樣開鑿出來的 但是在88年的九二大地就震毀了 然後呢其實也不是不修喔 公路總局也是努力在修 但是在93年準備要通車的時候 又烏漏偏逢連月雨 碰到了七二的閩都立水災重創 所以所有當時的工程興險又付諸流水 那當時政府就有政策定調 封山要讓它修身養息 因為砸了大錢去修了工程還是抵不過天災 但是因為大離山部落還是有人居住啊 仍然有產業跟運輸的維生系統的需求 所以在97年的時候這個下線 剛剛我們段長講了 就以臨時便道的方式管制通行來放行 那101年就通車 所以現在維持的是便道一天三班可通 但是原來台八線的主線是沒有通的 但是剛剛我們影片也看到了 在地的鄉親他們一再的訴求強調 原本的台八線的主線乃是當地的交通命脈 一封17年他們得到了 是很大很大的外界無法想像的困擾 所以在地的居民呢也身體力行 他們組織成了大離山的中橫復健製救會 那我現在時間先請教一下我們製救會的成員 針對這條台八線看到的18公里的主線 非常希望他能夠打開現在封閉的狀況可以貫通 實際在製救會做了哪一些努力 我們先請教總幹事 總幹事你好 聽說我們的製救會啊 實際組隊就上去兩次踏刊 這個從來沒有外人走進去過 已經封路的這一段路 你們實際走上去看了兩次是嗎 今年就是105年的10月26號那天 很榮幸我們請到了一個大地技師許技師 還有逢甲大學的許教授 我們請到他們兩位專家 特別要專家學者同行去看刊 對 跟我們一起同行 我們重啟了會刊的這個任務 那當天我們也同時動用了空拍機 那你看到大致的情況是怎麼樣 對 我們在整個我們找的主的這個神音救難隊 還有包括就是TMRA兩個救難隊來全程附送 全部我們看過之後我們發現 在18公里的道路裡面幾乎有崩塌 或者是被掩埋的這些道路 它的總長度不過是1890公尺 我們是用衛生定位 算局部的比例比較少 所以大致上看起來 路基路況你們覺得是穩定是好的 不好的部分也只有這1800多公尺 1800多公尺 其他所有的路基 看你們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張照片 它的路基是完整的 護欄也是完整的 甚至連它的標誌標線都還在 其實封了17年還能夠維持這個景況 還蠻算這個工程結構挺穩固的 所以你們感覺到的是 與其說它在封路之後 混壞 毀壞得很嚴重 不如說它其實只是荒煙漫草 但是你覺得工程結構還是算穩 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一直要訴求 我們要去匯刊雖然冒著這樣的危險 但是我們的重點就是希望 我們真正來修復的是中橫的上線 而不是現在所用的台八甲下線 好 謝謝總幹事請坐 那事實上上去這條無人之路 去探勘過的還有其他的相親朋友 也能夠跟我們來講 你實際看到的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跟總幹事做一個佐證呢 就現場我們去探勘兩次上線的安全評估 這17年來我們所走的每一步 我們發現它並沒有新的崩塌面 它的崩塌面還是依然 就我們總幹事所講的 就那幾個地方 就那幾個地方 可是我們上去呢 就是像我照片所看到的 台電它依然 電塔依然存在 屹立不搖 經過了這些颱風921 它屹立不搖 上線它是相當的穩定 所以它有些工法的部分 它就能克服這個問題 到就公路總局所委外的工程顧問公司 評估 它是用關西大地震的學者理論 研究方法來套用在這個公路上面 我覺得這個是不通的 好 先謝謝你 你請坐 這位先生我先請教你 我是技師 好興曹 其實上線跟下線 它大部分其實是好的 是說它有局部的部分是壞的 有些地質不穩定的部分 它局部是壞的 技師先生我簡單統整一下 所以這個青山上線這個主線 跟下線來比較的話 他們的地質環境其實都差不多 會面臨到的天災風險是一樣 但是下線現在比較起來 因為它是靠近河床 所以它還有其他河床衝擊會墊高 或者是這些沖刷的問題 所以你們覺得現在主力放在修下線 上線其實是應該可以盡快搶東來修復的 是 我再大概重整一下 上線它以為它的高度比較高 那今天台生校園 它的岩石是硬而且脆 那下線它在三股的地方 雖然它岩石大部分是軟而且弱 那當然上線跟下線它壞的地方是局部的 它並不是全面的 你看一路走過來也可以看得到 只是這個局部的修復的這個代價 其實是上線它會比較低一點 下線比較高一點 也就是說為什麼說這十幾年來 會投入這麼多的經費 然後在下線的部分 以至於說環保環團的學者認為說 我們投資在這麼多在下線 然後他們甚至建議說要封山封路 休養生息的建議這樣之外 難道我們是修錯線了嗎 真正比較好修 而且對地方居民產生重要意義的主線沒有修 但是我們花了很多的工程經費去修 反而比較難修的下線是這樣嗎 你請坐 我也請教徐老師 這一次在這樣整個探勘的結果 你們也寫了一份研究報告 是不是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提出你們具體的觀察 我在九月大地震完 不到兩個禮拜就來看 行政院工程會呢 他們希望看看了解 是不是有條件可以復健 那我跟他講需要花錢 總數從谷關開始到我們德基 之間大概需要花200億 現在我們從谷關到這邊 也花了差不多超過100億 包括台電的部分在裡面 可行呢 但是後來台北的學者 一趟直升機 我是開車進來的 一趟直升機往下面看一看 就決定說要讓他靜養生息 所以你覺得只要投入適當的工法 我們綜合上限不是那麼難到不能修 對 那我們現在反對的理由呢 有很多 其中一個呢 剛才我們那個來賓有講到 就是說呢 他用錯誤的理論 推導出來一個模式 需要讓他呢 靜養生息 再靜養生息 再靜養生息 然後最後呢 到地質穩定 那地質是不會穩定的 因為我們台灣呢 是一個地震代國家 那他每天呢 都在小錯動小錯動 大地震的時候大錯動 那錯動以後呢 地質都會催性破裂的 那這一些呢 都是自然現象 自然現象 所以沒有等到穩定那一天 如果公路該通 現在就可以修復了 在你們的觀察 對 就是藉由工程呢 我們沒有道理說呢 不搶通 因為呢 更嚴重的是在九九峰 那麼九九峰呢 選對路線 工法正確 那錢呢 適當多進去 我們就解決了 好 先謝謝許老師 所以許老師這跟地方 這就會時序去攤開 以他們專業判斷 綜合上限沒有那麼難修復 甚至比下限的條件更好 這樣子的一個評估報告 跟我們公路總局一路以來的這個評估 好像不大一樣耶 那我想這個部分是 大概是目標不太一樣啦 那我們桌一條路 當然是上上下下 就是山的後面 是不是還有 河谷裡面還有很多的砂石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是做地貌便利分析的一個研究 到底山谷裡面還有多少石頭 它需要多少水才帶下來 那當然在道路周邊的 那個落石的部分 我相信在技術上是沒有問題的啦 我們以前都可以開 現在當然可以開 所以我想這個 大概是著眼點不太一樣 並不是說我們政策錯誤 至於說我們的解讀的部分 這個是引用的一個方 就是說人家有這樣的研究 那是不是參考一下這樣子 所以目前對這個上限的定調 還是要等到它更穩定之後 再來做治理嗎 那所謂的穩定期會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所謂更穩定大概就是說 上下限其實是一樣的狀況嘛 那我們只是說它是趨於穩定 至少有這樣的一個趨勢在 那我們用現在的工程規模 或者是技術來把目前這個狀況 這樣子做 往後走一定說是安全的 那我先請教一下我們工程的主任 17年後的今天再回復期的初期 那等到穩定期還要不要5年10年的 這個部分的話 但我們後續我們繼續有一些的這個 變異分析的第二期 繼續做一個低貌的一個觀測 那是用一個比較聚觀的一個方式 去看整個坡面的一個回復情形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是第一期的一個初步的一個判定 它大概也到2016年 中華民國 2016年 就是今年啊 2016年 就是我們的2027 西元的話是2027 那我是說 以民國來看是116年 那是趨於穩定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也不是說事情就放在這邊 那我們是以第二期 要審慎評估來比較嚴密的討論 目前的話我們是以我們的第二期 繼續持續觀測 如果 如果我們第二期觀測結果 跟我們第一期的這個趨勢是符合的話 那原則上我們會開始啟動我們的一個 先期作業的工作 那就是整個上下線 或是其他的一個方案的一個修復 那時候我們會開始來進行 謝謝 要等到整個大環境都趨於穩定之後 最快在2027年 就會正式來啟動評估 要不要修復我們現在的中橫台八線 在地的鄉親朋友能夠告訴我們嗎 現身說法 這條台八線主線沒有通 到底對在地來講 是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可以等到2027年嗎 請舉手 這位先生 或許各位長官 你們不了解這邊的痛 18年 從懷胎的母親來講 可以培養18歲的一個姑娘 我可以跟各位主持人講 這個18年 對我們大理山地區鄉親 這個台中市的居民而言 真的是很不人道 然後再推到2027 我想科技都已經那麼進步了 為什麼遲遲都不能通 對就不能通 你們真的就忘了我們 我們也是很愛中華民國的一個國民 尤其 李長我們現在便道也算是通行了 而且是限定大理山居民可以走 光是這條便道沒有辦法滿足我們生活需求嗎 蔡子麗我跟主持人報告 便道給我們 在民生來講 有的時候下雨不通的 下雨不讓我們走 然後那個晚上也不讓我們走 尤其鄉親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我每次到鄉親家裡去看的時候 他們都是痛到熬到早上才往下 往平地去治療 所以管制也相當的通行不便 然後主線又不通 所以對外真的聯絡很辛苦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們國家交通部 不把好的道路修復 去找那個河川容易沖刷的 尤其在這個18年 我們鄉親都是做農的 我們當然都是以這個 生鮮水果跟高麗菜茶葉 當然在市場上 我們一定要新鮮的就好 但是因為路不通啊 造成我們的成本 損失也很大 所以不管在實際的生活面 或者產業運輸面 都因為路不通而吃盡了苦頭 謝謝你 所以主持人 我也自己鄉親特別強調 我們也知道 我們做果農的 靠天吃飯 我們也不厭什麼 但是呢 如果我們的果樹損壞了 我們可以種 但是我們也想請我們政府 如果路壞了 是不是你們也幫我們修一下 是 您的意見我們聽到了 謝謝請坐 還有隔壁的鄉親也要發言 我想這個黎山地區 中斷了17年的 這樣子一個道路的時候 首當其衝就是我們民生的問題 尤其在黎山地區 80%都是農民 所有農民他們的一些農業制裁 他們的所有的農產品的那個要運輸 都需要透過我們的這個中橫公路 當我們這個中橫公路沒有通的時候 他們必須繞道而行的時候 所有的成本是一年比一年增加 但是呢 我們的水果的價值是一年比一年更低 也沒有因為這樣子繞路 而讓我們水果賣得更好 如果中橫上限能夠來修復的話 我相信就跟我們9月之前一樣 我們能夠獲勝其流 讓我們的農產品 讓我們的農業之材 都能夠來這樣子減輕我們的生產成本 當然就我們的觀光部分 在9月1日之前 一年的這樣子一個 來黎山遊玩的人數 大概在四五十萬左右的一個人數 當地震中橫公路中斷之後 我想遊客無法上來百業蕭條 有的時候我們的業者 跟我們餐廳的這樣子一個業者 有時候一天也沒有一桌 也沒有一個房間可以來這樣子來營業 如果中橫公路能夠通的話 我相信以現在的這樣子一個遊客量 下限絕對是無法負擔這樣子一個遊客 必須要有上限來分流這樣子的遊客 跟我們地方居民的一個出路 當然在教育的部分 我在這邊也要跟我們的主持人講 因為在我們教育部分 我們的學生我們的老師 當要下山出公差或是從平地上來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繞道而行 他們沒辦法這一天之內往返 為了要克服這樣的一個學生晚訪 無法跟都會去的學生學校一樣 有週休的這樣子情況 必須要連續上課 到了隔週再放四天的假 這樣對我們的一個教育的體制 非常的這樣不便 是 謝謝 您的意見聽到請坐 才提豐和鄉親提出在做的說 要跟中方公路用來討論 要討論如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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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線已經斷了17年 到現在還沒有開通 不過現在仰賴的是這個便道 在維持一定管制 時段的情況之下來放行 只能當地的居民來走 不過問題現在回歸到說 我們仍然有對外聯繫的道路 剛剛上半場很多鄉親朋友提到 生活、醫療、教育跟產業 種種的需求都有來這個道路來運輸 我們現在不是沒有辦法對外運輸 有的 有這條便道只是要管制 讓我們請教在地的鄉親 以現在的需求來講 用這條便道來取代主線 來作為運輸的主道 是你們不能夠接受的嗎 請舉手 這位先生 我想便道就是他給我們方便 我們才能走 他不給我們方便 我們就不方便了 這個中橫以前是橫貫公路 現在是便道的話 所以我們有種種的管制 是非常不方便的 那如果是說 因為他之所以會管制 就是因為他危險 好像這一年都還會有 將近上百次的小小的崩塌 所以其實為了人身安全的最高原則 當然也不能夠全天開放 所以針對這條便道的訴求 跟在地一直希望便道也要通 但是主線更要通是嗎 我想有便道 然後再把中橫上線能夠去恢復的話 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整個公路的管理的等級 是比較高的 那因為現在下線呢 因為常常下雨 我們是不方便 可是我們居民也滿體諒說 就是為了顧及自身安全 我們也不會強求說 我們的管理單位一定要讓我們通行 所以但是從剛剛公路總局的回應是說 要等到地時穩定 需要再等個十來年 這段時間跟當地自聚會跟學者專家上去評估 你們覺得這個評估結果是有落差 你們還想要爭取的 我想能早一天通車 當然是我們大理山全部所有人的心聲 那也是我們中部所有的旅客要來 也是相當方便的一件事情 好 謝謝 請坐 還有其他鄉親朋友也要發表意見 先請這位 那中橫公路是西齊東四 經過我們白冷 田冷 谷關 一直到我們花蓮的太魯閣 那全場是190.83公里 那也就是所謂的台拔線中橫公路 那中橫公路呢 0到39K是我們東四到谷關段 那還有就是從 從那個62K到190K 是屬於我們從德基到我們那個花蓮太魯閣 那這都是政府有每年編列預算的 為什麼獨獨就是在我們中橫上線 18公里的這路段不編列預算 所以說所有的公路 經過921大地震以後 迄今到現在17、18年 從未編列過預算 那所有的公路 比方說北橫、南橫公路 一有災害的時候 他就馬上編列預算馬上搶通 那我們算什麼 那再說目前 他目前所編列的 編列的那個中橫的預算 是在中橫下線 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中橫公路 而且咧 那何謂何謂便道 便道是因為你主線不通 才叫便道 那你必須說要把主線修通 便道才取消掉 所以說真的 17、18年還沒修 那我們到底是算什麼國民 是 謝謝你 而且這個便道 現在層層的管制也相當的不便 謝謝你請坐 還有鄉親朋友要發言 我們也把時間交給他 103年我們10月28號 我們的公路總局有做一個地質地貌變異分析 第二次說明會 我們公路總局有提到 每年主持人剛剛有提到 每年一百多次的落實 那我們公路總局是不是有派人跟我們一樣 上去上線評估說 是不是這些落實 是由上線滑落到下線 還是因為上下線之間 他崩塌下來的 如果是上線造成崩塌 他堆積起來 造成下線一百多次你們要去清理的落實 那為什麼不去 整治上線 對 重啟我們上線的整治 再來我這裡有海棒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公路總局每年投入大量的金錢 整治我們下線 這個是我們 今年9月27 我們的美濟颱風 所造成的這個 我們的土石流失 再來就是 這個也是設計不良 崩塌 也是下線 下線為什麼下線也是不穩定 上線我們勘察極度穩定 為什麼不施做上線要做下線 這個是我們鄉親也是一個疑慮在 是 謝謝你請坐 瘦老師我請教 鄉親朋友提到 砸了大錢修下線 效出來的效果普普 到目前來講還要一天三班管制 在運輸上沒有達到百分之百的功能 他們自己去刊定 包括也有技師他們談到說 其實上線的大體環境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又看到實際的狀況 這個青山的下線跟上線 其實都在同一個整體的地區 我們看它的整體環境來講 下線每年公路總局要花掉五六千萬 來做後續的維護 所以要一條成本的那麼高 比其他公路的維護的費用 還要高出五六倍的情況之下 都還是這樣坑坑洞洞 洞欲雨疾風的這樣的情況之下 上線目前照地方相近看起來 是像眼睛看到的那樣穩定嗎 還是你覺得其他的風險 仍然是要一體評估的呢 其實過去大概十幾年 我參與蠻多三班的調查監測 其實我來黎山頻率蠻高的 所以我很能體會 就是說和平區 黎山鄉親的心情 大家都希望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這個我都可以體諒 但是我想因為我的專業是工程地質 就是破地工程 破地防災 所以我想從外角度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我這邊有幾張圖片 不知道能不能拍照太大 這個照片是九二億地震以後拍的空拍圖 這個照片很清楚看到就是說 這個崩塌就是沿著中橫台八線的崩塌 它是從林縣一直崩到河床 整個破面像剝了一層皮一樣 所以剛剛那個不光是公路單位的人 我們研究單位的人也是有一個看法 就是像這樣的崩塌是要穩定 是要很長的時間 很長的時間 那至於說要多少時間 其實也沒有什麼有定論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做了一個就是水利署的一煙水 就是水患治理計畫 一煙水計畫 水患地區 這個計畫裡面 有對大甲溪上游做了一些研究 這個研究顯示其實到2009年以前 就是1999到2009 其實崩塌地 就是說每一次颱風造成的崩塌地數量 是有慢慢減少 所以是有趨於跨空 所以越來越穩定 但是穩定到夠 可以再重新重啟工程嗎 對 可是2013年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2009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颱風在這裡 比較嚴重的是2013年 兩個颱風比較嚴重 那我們把2013年 那個台美颱風的崩塌 其實又比前面又多了 所以其實意思就是這個破面上的崩塌 破面上的這個落石其實 說不定還沒有清乾淨 至於說到底什麼時候清乾淨 這個可能要 要怎麼講 要真的要很 如果真的要重新 要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這個跟我的背景有關 我這張其實是地質圖 其實這邊先天上 剛剛講的上線下線 其實都被這個斷層切過 這裡有三條很重要的斷層 這個斷層的形成是板塊擠壓 所以地層是很破碎的 那老師我先請教一下 就針對像這樣子板塊擠壓 地層是相當破碎的情況之下 現在是下線通 你怎麼看清山上線 在地方的強力要求下 希望被開通的這樣訴求 我想這樣 任何工程 我想人定勝田當然有個極限 但是我想工程 你只要花錢都可以做得到 只是說你願意投入多少的經費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我們把這個公路等級 升高到像國六 全部都是高架橋 全部是高架橋跟長隧道 當然可以啊 我三崩我也不怕 土石瑞也不怕 對不對 我全部都是高架橋 全部是長隧道 但是這個是要投入很大 這是要國家層級的規劃嘛 所以老師您是覺得說 對 我們到底要承擔多大的環境風險 投注於多高的這個工程預算 來對抗這些大自然的災難 謝謝老師 那許教授請教 那這一條中橫公路的價值 是我們地方上期待可以去做更多的嗎 這個是絕對可以做更多 那我們公路總局就是用來服務老百姓的 這個也沒什麼好正義的 問題就在於我回應一下 那個邵主任的一個前提 他說不復健的一個理由 或者延緩復健的理由 他是在於那個調查結果 所以需要十年二十年以後 再趨於穩定再做調查 那這個是日本學者的方法 他用這個方法來做研究 村研究 日本沒有一條公路附件是用這個結果 他們有很多這樣的結果 但日本政府沒有用這樣的結果來說 推脫拉 沒有 那台灣其他的地方 也沒有用這個調查報告來推脫拉 老師覺得是推脫拉 不是等到環境更穩定更保守 那不是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我的認為絕對不是 您如果要做的話是立即做 立即做的 這個本身 這個本身 就是說我們台灣跟日本的環境完全一樣 都是日本 日本地震頻繁 我們這邊也是地震頻繁 所以沒有一個地方地質會穩定的 沒有一個地方地質會穩定的 一個前提之下 就做也不做 那做什麼目的呢 不做什麼目的呢 我不曉得 做的目的呢 日本是這樣子 基於民生需求 民生如果需要 然後經濟建設需要 經濟發展需要 像我們台八線下線修復 就是基於經濟的一個發展 我們呢 那邊有青山發電廠 它需要發電 那需要呢 有這些資源輸出去 所以呢 這個青山發電廠呢 下線修復呢 純粹呢 我的認知是純粹經濟發展需要 那你會覺得說上線更易修復 而且對在地居民更行重要 所以應該要做 那我們有個前提 我們有個前提 那個山啊 那個高度越低的 緯度越低的 那個 它的那個穩定度呢 越低 那越高的 elevation越高的 那是穩定度越高 穩定度越高 相對的啦 所以呢 如果是青山水庫那一邊呢 青山發電廠那一邊呢 有所謂的那個需求 就是經濟發展的需求 那修了 那這邊呢 是基於應該是基於呢 兩個都有 一個呢 是我們民生的一個需要 一個是我們的那些 產業界的一個 經濟發展 兩個都有 那兩個都有 為什麼不修 一個就修 這個我們很不瞭解 謝謝 許老師這邊的觀點呢 認為公路應該著眼在 民生經濟跟產業運輸上的需求 就應該要來啟動做它的評估 你們要跳過下部的新聞影片 我們要看 其實是基於提風 又耐到散業 來安西亞來跳路 從這裡就行 cards 在陪附 一邊就看 這裏在那裡 還要很多方向 有發展 有個 卡通 一邊就知道 洗澡 看看 三邊的 可以被刑户 弱命台灣最偷劈行的挑戰 將上一個後製 這裡是日本的文財 近幾年代 有新開發的鮮魚 這裡好鮮 大家有念頭 水風 唐突 總要有那國玩 除了問答書 李山茶沒有動有名 所以說在台灣一滴一滴的高山茶 把我們還在這個李山地區 在台灣這個茶葉 只有在這邊有那種水嫩的茶 李山豐富的農產品 一直都動出消費者的反應 當然也有動作的風雲茶 在店搶出國資下山 不過共有的太基礎 總管輸到動態也順悔 在這邊的李山農業的形態 農產品的加四都幾年一顆 好幾年對李山來說 加四中下降 所以李山的東東山 進行轉型 旁邊的李山 就像李 像林國 像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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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蜜蜜 另外 佛羊蜜蜜 同農蜜 要認識的是卡吉利路 本錢都在家 如果那個路上剛才暗營 還有一些消磨 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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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都要 割掉成本 基本上是母馬 母馬好穿的 做我們一年 港幣60萬 我們做比較多 做不自己 我們在工營 一般的工法 路 交通不方便 今天就連 港幣 陸台無大金 因為路強暗營 我们就会扶持更加强 条巴黎山 印证农业动有发展 印度公企业金康山 黎山云主帝共都在港宗里露室 对亚洲来说 总网有头目 真净会影响亚洲发展的关键 路不通产业就会受到撤走 我们知道黎山是整个台湾温带水果的重镇 不讲不知道 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水果 最大量的产区 然后产值也是最高 就在我们大黎山地区 好比说像我们田市 它的总面积有1800多公顷 梨子水蜜桃茶叶 这样起来它超过所有的这样农耕面积 将近来到4000公顷 这么大的范围 它的产值一年也有50亿到60亿 那对当地的乡亲来讲 这边聚集了三五千人 当时都是在跟开路来这边 就安家落户 也开始啃植市大农场 那对当地的乡亲来讲 认为这样子联络道路的重启跟畅通 是绝对必要的 在产业这一块的需求 我们可以把时间开放 听听看乡亲的意见吗 请举手 那位先生 关于这个我们离山地区的荣誉 我们算是说 亚热带地区的地区 我们跑到高山来 变成温带地区 大家这么辛苦来到山上 只是为了挣一口换吃 因为路不通 再加上国家的政策 开放外面进口的水果 让我们很辛苦的要收成的东西 卖不出去或是卖的价钱非常低 这是我们农民最大的新生 我们农民的需求就是说 如果地方上都开放 我们也可以造成大家的环容一下 谢谢 好谢谢 我就要请教段长 在乡亲朋友他们一再提出的诉求 那我想乡亲目前都是非常的期盼 中恒能够上线能够通 那下线能够取消管制 那我想这个中恒变到 目前的一个管制方式 是在我们中恒当初抢通的时候 那时候的地址条件 确实还是比较不稳定 大概一年里面 大概一百多次的那个 小崩塌 那个道路阻断的情况 或者是说阴雨封闭的情形 那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确实也非常的努力 把这个变道的安全来做一个提升 那目前在做的一些 民隧道工程 或者是一些那个路面的部分 我们也是希望说 能够给乡亲 能够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 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愿意去 一直这样子管制下去 我们也是希望说 哪一天能够赶快把这个路做好 那我们在这个 变道安全提升的部分 除了做一些民隧道 那后续 那个在管制的部分 也会随着那个安全的提高 来做一个调整 先这边稍微打断一下 段长一直提到一个重要 就是公路的安全品质要提升 那我请教许教授 你目前现在下线的这样公路品质 在投影你们强调主张的 要有适当正确的工法跟材料 你目前看到公路总局 对这一条路的整治 您觉得是有些建议的吗 有那个本身呢 下线下线指的是上古关 到我们那个德基这一段 对现在通行的变道 对这个变道的话 它再怎么修都有一定的盲点 因为下线那个地质更不稳定 它还有水流的问题 冲刷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都很难掌握的 上线还比较好掌握 上线它只有催性破裂的问题 催性破裂来自于地震 那是可以控制的 催性破裂 那个坚硬岩石催性破裂 你只要灌浆它就硬起来了 那问题适当的就解决掉 那我们如果要去维修下线 还不如把那些钱拿来建设上线 因为下线的功能已经不见了 下线的那个台电 已经不需要它了 那个下线将来如果持续要把它提升 不如来整治上线 所以段长这边请教 其实两线应该同时并行 我想下线的安全 是跟曲教授讲的是 其实是当然有它的一些盲点 或者是它比上线比较多的 那个不稳定的地方 但是再怎么说 我们现阶段来讲 它是已经通的 那要把它安全再提升的话 可能需要的经费 像我们现在是三年九点二亿 那它做起来是大概 在安全的方面 大概做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那中恒上线的部分 是一定要去做的 只是说做的时间 少说也要好几年 那这个这一段时间 也是要靠下线来维持交通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下线的部分 还是要在持续的努力 听起来在这个主线 青山上线 对公路总局来讲 它的挑战的困难点很多 难度也很高 所以现在还是主要的目标 放在下线 先让它维持运行 那上线不是不做 但是要慢慢评估 今天现场我们来了 针对过去要针对这个上线 是不是可能开通的这个评估 也做了地貌变形研究的 技师也来到现场 我们可以来听听他的意见吗 那目前我们看起来 从88年921之后 十几年来的 航摇车的卫星影像来看 的确崩塌地面积 是持续在收敛 持续在收敛 这是不真的事实 就是越来越稳定的意思 这是我们没有预设立场 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我想 为什么还不能迟迟的来修复 又是关键在哪里 因为修不修复这个东西 并不是纯粹从技术层面 可以来考量的 这还包括整个效益的评估 包括整个国家的财政 还有整个政策的方向 各方面都要考虑进去 是您讲到财政 那现在原来在它的整体环境 是建趋稳定可做的 因为他们在地都一直在讲说 自己可以做 那讲到财政其实青山下线 难度高 环境风险也高 但也投了很多钱 现在乡亲提到说 与其这里一直花钱去整治 不如把这样的钱挪来做 比较好修复的上线 这样的评估在公路总局这边 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吗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放弃过 青山上线 那这也是我们中期的一个目标 但是就目前现况而言 这个路廊从上谷关德基这个路廊 目前路行很完整的就是下线这个地方 当然不免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问题 但是毕竟修复起来是比较容易一点 你们觉得是修下线相对比较容易 对 但是上线我们并没有放弃 这是我们中期的目标之一 我们也认为这东西应该是要循序渐进 分阶段来推展 那我想我必须要澄清一点 就是刚刚主持人下了一个结论 我们并不是说等到地址稳定 或趋于稳定的116年之后 才来启动部件评估 评估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在做了 这是什么时候要启动施工 所谓的我们一开始 会先做一些先期的研究 那一条公路要完成 必须要从一开始的可行性研究 到后续的环平规划选线 到后面的基本设计 西部设计跟施工 这整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那先期的研究 包括我刚刚讲的可行性研究 这东西其实可以在近期 如果我们现在在做第二期的 第一年出来的结果 符合我们原本推估的趋势的话 我们认为就可以提早启动 这前期的包括可行性研究这些工作 那当然这部分 当然还是要看政策的走向 但是我们的立场是这样子 谢谢工程师的说明跟回复 那我也请教一下曹济师 第一个我先引用潘国良教授的话 潘国良教授是我们中央大学 一个印第首流的老师 他说崩塌的地方 它会持续在崩塌 为什么 因为目前日本崩塌这个趋势 这个大家看 其实它定义上是说 这个崩塌看起来好像是直批复翼完成 直批复翼完成是不代表稳定的 我们讲稳定是说 这个掩体的部分是稳定的 那事实上呢 掩体没有稳定的一天 那这掩体不稳定呢 其实它是局部而已 因为我们认为说 经过我们的统计出来 上线大概是33处 当然下线也大概是 类似这个 这个数目 那可是 如果投影适当的工法的话 就可以 让这个掩体 趋于稳定 所以实上您觉得是 现在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研究评估 它其实时程可以缩短 是 所以我刚才讲说 其实没有说谁趋于稳定 因为不稳定的地方 它永远都不稳定 它绝对不会说 突然之间 过了10年20年以后 它就愈合就稳定了 那 如果有人文活动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 那必须要自理它 自理它就有 适当的地方要自理它 那我们会说 上线比下线容易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上线它的高层比较高 相对它的 它的盐体的部分呢 它比较硬 比较脆 那下线应该是河谷 它的盐体呢 是比较软 比较弱 而且它有大甲吸收的问题 所以它代价相对较高 所以我刚刚 我们在报告里面有建议说 如果说 环保团体或者说 政府对说我们所提的工法 稍微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上线 来试做一段看看呢 看看说 到底我们 我们这个部分是不是 做起来结果会怎样 是不是有效 可不可以复制成功这样 是 是 谢谢 原来中恒公路的这个台八线 它可以修复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大的 当然这边也提到 他们自己做的研究报告 将来还会再升级 希望更全面的来探讨 这条路的开通的可行性 那乡亲朋友就说 其实在那条路 记得会动起梦 正起都会会痛 因为 土台 来给青山上线将来在开通之后 它的效益呈现又是如何 然后让大家的关心给他照点 那下一个礼拜 那会七少年转一趟头 就是菜池对他挑路 人家把他会痛疗疗 土台去做这台里的整体 来到面向他从来讲 今晚的讨论先到来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